剛過去的一年,即是2014年 就是在人類有歷史以來 即是量度溫度有歷史以來 是最熱的一年 這裡有一個美國太空總署 對全球溫度測量的影片 這個影片上面 藍色代表被平均溫度冷了 而紅色代表被平均溫度高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時間 全球溫度是偏向由凍變熱的 為何最初開始時會煮藍色呢? 因為他們拿了1950年作為一個中數 1950年之前那些 大部分都是很多藍色的 原因是我們1950年當中數 到1950年之後 就越來越多黃色、橙色、紅色之類 換句話說,地球平均溫度一直在上升 本來現在的地球 應該是進入一個所謂冰凍時期 即是因為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在這段時間稍微大了一點 所以應該是比較上冷了 但結果在近150年之中 地球溫度的上升速度 是遠遠超過任何有紀錄的研究 當然我們有紀錄就是近幾百年的事 但我們可以從南北兩極的冰層 我們可以從冰層裡轉出來 抽一塊冰出來 這塊冰我們知道 越底下代表越舊的雪 越高就是越近的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層面 看你有多深刻 就可以看回什麼時候的冰 從冰裡面 溶解了那小小的冰出來 可以量度裡面的氧氧化碳含量 或者氧氣含量之類 所以我們現在人類 是有一個千多年的歷史 知道了平均大氣裡面的氧氧化碳 氧氣之類的比例 有歷史以來 近一百五十多年 那個氧氧化碳的上升率 是超過了所有的計算 上升速度 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有能力大量地在地上 挖煤 拿出石油之類 拿出來之後 把石油燒掉 一燒 當然煤石油燒出來 有幾樣東西 一是變成水晶氧氣 H2O 一是變成Carbon Dioxide 氧化碳 而氧化碳 就集中在氧氣裡面 正常來說 氧氣裡面的植物 就會吸收氧化碳 經過氧化碳 變成植物本身的物質 於是把碳儲存在植物上面 但是同時 我們人類都做了很大量的 把地球表面 全都剷平 變成了我們的石屎地下 城市 但是很多人類去到哪裡都 把整片土地 本來有植物生長 把碳儲存在石屎森林 在這種情況之下 第一 植物的量少了 而 當我們剷這些時候 很多小方法就是燒了它 燒了它 燒完之後才剷 你一燒又是把 本來已經積了幾十年幾百年 那些碳 全部排出空氣之中 我們的排碳量增加了 但是我自然間可以把碳 吸回來的量 少了 結果累積在大氣上 燒了化碳的數量就越來越多 現在已經達到一個 可以說是驚人的地步 如果是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的子孫 世界 將會非常之難過 因為 全球 天氣的變化 其他的動植物 是追不到天氣變化的速度的 即是說 他們靠進化的過程去追 這個天氣變化 是追不到的 所以結果 他們就會滅絕 當其他動物 生物全部滅絕的時候 人類倚靠的食物園 都會因為這樣而斷 中斷 我們植物園一中斷 即是 玩完了 所以 我真是來領頭 現在這一代的政治家 沒有人敢站出來 面對面 挑戰這個人類 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挑戰 怎樣解決這個 太多營化碳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還在爭論 是不是我們人類的傑作 當然是 因為沒有其他的自然的現象 可以解釋到 這個這麼急的 二氧化碳上升了 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唯一可以解釋 我們是拼命這樣 將地上已經儲藏了的 二氧化碳 放了出來 就是這樣解釋 你如果找到其他更好的原因 當然可以解釋到 但現在 最好的解釋的原因 就是 我們人類 在地上挖它出來 然後燒了它 說的是 每日 幾百萬桶石油 這個是 石油 還有 煤呢